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进入棋局 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盘棋 当前的局面是这个白棋 小飞 黑棋 小尖 那么黑棋的这个尖顶呢 意图当然是非常的明确 这部棋呢 看上去是一部俗手 这尖顶是一部俗手 它当然是希望白棋倒 如果挡的话 黑棋唬住 这样黑棋可以这个连片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介绍接下来变化之前啊 我们先来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之前的几手棋的变化 我们可以这个更加深刻的去理解这个高手们的思路 不局一时 黑棋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 我们看黑棋是在棋盘的右边布成了高中国流 然后呢 上下 形成了两翼这个张开 而白棋呢 我们看白棋的左上角 不仅实地非常的饱满 而且这个非常的厚 由于黑棋这颗棋子是损的 所以说白棋呢 非常的厚 那这样的就形成了一个白棋速度慢 但很厚 黑棋呢 速度快 但是相对来说空虚薄弱的这么一个局面 白棋的下一手打入 这手棋应该是必然的一招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过 白棋这边是非常厚的 那所以说白棋的打入 我们可以理解为利用后市的背景去作战 而并不是去单纯的去破黑棋的木 如果要是破空的话 比如说你挂进来或者挂这边都可以 当然黑棋肯定是希望白棋从这边挂 这样的话 黑棋通过这个尖顶 这样攻击白棋 自然的就把黑棋这个 看上去比较薄的一颗棋子啊 就把它伸圆了一下 所以说这样的是白棋不能满意 白棋一定要发挥这个左上角的厚味 所以打入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边是换一种局面 比如说是这样的 没有这两颗棋子 没有这么厚的话 那黑棋当然是要攻击白棋 比如说走这个 或者说是肩顶 都可以 但是现在的局面呢 这个双方的立场是发生了变化 你如果还要攻击白棋的话 那这样白棋跳出来 我们看这个黑棋 这颗棋子显然比白棋更加薄弱 所以说黑棋的这个思路 也是非常明确的 它震住 宁愿让你在底下掏一点空 也不能让白棋出头 出头之后黑棋这颗棋子 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黑棋震的这么一招用意 双方在这个局面下都下的非常的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都是很清楚的 那白棋当然是不肯这样拆一做活的 这就让黑棋达到目的了 所以说非 还是争取出头 这个时候黑棋实战小剑就形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局面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靠住会怎么样呢 这个靠当然也是绝大多数棋手的第一感啊 那既然讲到这儿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靠住的变化 这也是一个实战的常形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这样会对这个呃在对局中啊会有所帮助 如果靠的话 当然白棋这个扳是不成立的 你如果直接扳人家断 啊 对长 这样白棋是无法出头的 你再冲 这一打吃 这样白棋就不行了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啊 这靠住的时候呢 白棋是不能简单的在这边扳 不能直接动手 你如果去这个比如说挖这种都 对 身就不便宜 啊 这个他打住就可以了 白棋戒 黑棋戒 还有黑棋打在下面也可以 这两种下法 黑棋都可以选择 这样的话白棋长 黑棋戒 这白棋 即使能增掉黑棋 但是黑棋底下挡 这个木树太大 白棋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想要出头 必须得拿出这个好办法 下出妙手才可以 这时候呢 白棋有一招靠 啊 这靠是非常犀利的一部手机 当然黑棋只有冲 这没办法 有了这两条交换 白棋再拌 大家注意这个变化是跟争子有关的 我们马上就会讲到 啊 黑棋断 这黑棋都是没有办法的 这拌的时候也只有断 吃 啊 这也是没办法 就不能对人家凌空提一朵花 只有长 由于有了这两条交换 白棋再搬了打出来 这就可以成立了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很明确的看出这个 呃 区别啊 如果没有这两招 黑棋可以打吃 但现在有了的话 黑棋再打吃 白棋这个就是一个 双脚吃 这样的话 当然转换黑棋不行 这边 基本上全死了 所以说黑棋呢 可以跑这个 好 这个白棋如果提 被黑棋打住 啊 这白棋显然是失败了 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跟争资有关系 就是在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长 这样呢 黑棋同样是 A B 两点 不能兼顾 所以白棋现在这个争资有力啊 所以说黑棋是不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白棋 啊 我们从头来看一下 啊 这黑棋飞阵呢 白棋这个飞 实际上是一步陷阱啊 这个给黑棋挖了一坑 如果靠的话 黑棋就中计了 啊 靠的话被白棋反靠 这个黑棋就崩了 所以说实战呢 当然刘兴是很清楚了 这变化 他见这个 呃 围绕着这一个局部 就是白棋想要出头 而黑棋想要封锁 啊 双方就进行了这么多的这个 这几手啊 看上去很简单 实际上都是一种 呃 可以说是 呃 手弹也好 心理上的战斗也好 这个是 无声的战斗吧 啊 其实黑棋就是为了封锁白棋 而白棋呢 就是为了出头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时候呢 白棋如果挡 这样黑棋 虎住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 这个是黑棋打到目的了 接 黑棋就退 啊 这样白棋无论走什么 啊 这黑棋可以在中复继续扩张 比如说这样 这个黑棋的配置是非常好的 两边的配置非常好 那这两块都很大 白棋最多掏掉一边 所以说这个 呃 白棋呢 是无法 没有全局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跟黑棋的这个模样相抗衡 这样白棋不行 啊 那你如果要说反击 尝出来 尝出来的话 黑棋如果冲 白棋就夹 这样的话 白棋倒是可以接受 这个变化 白棋可以接受 白棋就靠一个 或者飞一个都可以 啊 但是黑棋 这个时候呢 还有更狠的下方 黑棋可以扳 啊 这个扳有点讨厌 这就让白棋不好对付 当然断不行 断的话黑棋就退 这个 白棋被分断了 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只有斑 啊 黑棋 因为有了斑和白棋挡的交换呢 这把白棋的棋形搞得很坏 这样黑棋再一尝 啊 白棋 这样的话 不仅这颗棋子已经死掉了 而且 这个上面的四颗棋子 依然是非常重 很难处理的一个棋形 所以说 白棋的这个尝出来的下方 也是不能考虑的 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啊 这个鼓励好像就面临的难题了 因为你挡的话呢 不能满意 这黑棋 虎过来配置太好 那你尝出来呢 作战又不利 这个时候怎么办 嗯 就是我们大家啊 在这个看 这个棋盘的时候啊 往往都是盯着一个局部的变化去想 当然这个是大多数棋手都是会这样 就是第一杆总是在局部计算 但是往往呃 在对局中往往有的时候呢 呃 如果你要有这个跳跃性的思维 跳开这个一个局部啊 去 整体去看这个棋盘的话呢 会有 另一种景象 当然这个时候 白棋实战的下法也 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局部啊 但是我只是说 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啊 他是跳开了这一个 呃 在这个地方纠缠的这么一个思路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实战白棋是 这个下了 点 点三三 为什么说这部棋庙呢 因为他这个 是抓住了黑棋棋型的弱点 啊 在黑棋这个间 企图封锁白棋的一刹那 那白棋呢 保留了这两个变化 两种变化 直接点脚 啊 围棋的很多 这个这个庙手啊 庙味儿都是在 合理的运用保留变化 啊 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的 呃 如果要是你把变化都走近了 很难会下出妙手 啊 所以说 这个点呢 就是这个呃 意图 点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他有个点 让黑棋很讨厌啊 因为第一点 我们如果把这几颗棋子 拿掉的话 白棋如果直接点脚 这黑棋会下在哪呢 啊 大家可以简单思考一下 这个 其实问题并不难 这个黑棋 当然会选择挡在这边 因为第一点 这边是呃 黑棋的大本营 这边发展的方向好 第二点呢 是因为这个白棋 这边很厚 那黑棋这边的发 这个发展潜力 非常的小 所以说挡在这 是不可能的 黑棋不会选择这个 那我们看 有了这几手交换之后 黑棋怎么选择 啊 如果你要是简单的 啊 还是选择挡这个 那么会形成什么变化呢 我们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白棋 当然不会爬 如果爬的话 啊 那这个就 很没意思了 虽然说 这个白棋 也能把这颗锡子 救回来 啊 但是这样的话 白棋方向实在是太差 就在局部 得时 我们暂且不论啊 但是白棋 还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差的方向 我们一直说 黑棋是希望把这块做大 这样同样的道理 黑棋这个围一个 或者是围在这 这都可以 这样的话 同样是黑棋 呃 一个大模样 是白棋无法抗衡的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如果挡的话 白棋 白棋的意图 当然不是 爬灰 黑棋如果挡 那白棋可以 度过 请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这个次序的妙位啊 呃 这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当然黑棋 也没有办法 这个只有挡 这如果要是 这两点都被白棋 赚到的话 黑棋就没法下了 所以说这个 黑棋也是没办法 那你如果挡的时候 我们看这 这两招棋的妙位 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和黑棋挡 交换的妙位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顶 啊 黑棋又面临着这个选择 但是呃 似乎也只有挡在外面 这样白棋再挡 啊 这跟白棋 刚才的呃 所有的变化比 都是天壤之别 首先白棋 这个脚上的木树 非常的大 有15木棋 可能还要朝上 而其次呢 黑棋的气很紧 这个地方一断 非常的严厉 啊 白棋呢 在局部 既获得了这个 大量的木树 同时也把黑棋 棋型下得很坏 这个地方靠断 也是非常的严厉 所以说 这样分析的话 黑棋是 呃 虽然方向好 但是这个局部损失 过于惨重 黑棋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 看一下 为什么说这两招棋妙 你如果没有这两手棋 就我们刚才的局面 你这个顶 这样就下不成刚才的结果了 你要斑的话 人家当然不是力 而是连斑 啊 这个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差距太大了 就白棋就有缩回去 黑棋打吃 啊 再接下 这个可能 呃 就是白棋 完全不能下得起 这个局面了 刚才我们说是 黑棋不能接受 那这个 看上去就差了一步啊 但实际上是天壤之别 所以说 这么分析 由于白棋点脚的时候 黑棋挡 这个白棋可以爬过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黑棋挡这个的下法 是不行的 我们排除了一种变化 那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契合 啊 既然你脱筋 我就把它冲下来 这怎么样 白棋挡 啊 可以说这个冲下来啊 在局部 肯定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战果 这个白棋还是相当损的 这两步棋 呃 都可以说是废了 但是我们在 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呀 因为白棋这个左上角 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 左上角非常的厚 白棋这个左上角 是非常坚实的一个棋形 所以说黑棋在这边 整体来看 是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 啊 包括棋盘的上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 黑棋的重心 一定要放在右边才行 那这么说的话 所以说黑棋这个冲下来 看似局部很舒服啊 白棋冲裂了 但是 呃 从全局来看 这被白棋 这个小硬头爬出来 这个黑棋右边整体的模样 已经 呃 灰飞湮灭了 就没有什么发展的前途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 啊 气和 心情虽然舒服 但是不行 不能这么下 呃 黑棋还是要冷静 那所以说只剩下一种下法 黑棋就是挡这个 那我们看白棋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呃 几步棋的交换啊 实际上是迫使黑棋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呃 不好的方向 但是也是很无奈的下法 黑棋这个选择也是 虽然痛苦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挡这个和冲这个都不行 所以说只能挡在这边 当然白棋也又达到了他的目的 白棋爬 不仅如此 这个时候黑棋 这个 呃 如果扳的话呢 啊 这样的话呢 白棋 黑棋长 白棋爬 啊 白棋扳 你们看 白棋不仅是方向好啊 黑棋只有大 甚至可以说这两步棋的交换 还是获得了便宜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看如果没有这两步 那黑棋这当然是很厚的 这个呃 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说方向不好啊 黑棋方向不好 但是局部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地方白棋是肯定进不来的 但是有了这个打入 黑棋震 啊 有了这几步的交换 那将来白棋 就有可能拖 即使不拖 白棋也可以点在这儿 就是这一步棋实际上是可以发挥它的效率的 那 这样说的话 对黑棋来讲 反过来说 黑棋这几步交换呢 就有亏了 因为它是后上加后 呃 所以说这个黑棋也是不能接受的 啊 所以说实战黑棋也长 啊 它不肯下声那样 啊 白棋飞 黑棋尖 这样白棋扳 黑棋扳 这是在局部的一种手段吧 可以说黑棋也还是尽可能的想把方向下在这个我们说棋盘的右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希望白棋挡住 啊 这样它可以扳 这时候白棋不能吃 你如果吃它粘 啊 这个就无法兼顾了 黑棋白棋只有打吃在这儿 那这样黑棋把外面啊 打吃出来 这个白棋不好 所以说这时候呢 白棋可以先打这个 先打这个 黑棋 啊 这个时候不能挡啊 黑棋如果挡的话 白棋再也吃 啊 这样的话 黑棋呃 在这个局部啊 就会形成一个打结 白棋可以接在外面 如果提掉的话 这个黑棋不行 如果打吃的话 呃 打结 那么出棋无结 黑棋也是不好的 啊 但是黑棋我们说 它就是希望白棋下成这个变化 这样呢 它可以吃在外面 白棋长 这样黑棋护住 所以说这个黑棋虽然局部呢 也是付出了一点代价 但是毕竟 它把这个呃 方向啊 扭转过来了 它还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这样黑棋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鼓励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的 跟着黑棋下 这个 它肯定是早已看穿了 黑棋的目的 所以说在这个黑棋扳的时候 它是选择了这个虎 不给你呃 连扳下来的这个机会 黑棋扳 白棋就退 这样白棋一个小堡垒 已经扎在了黑棋的大本营中 所以说黑棋是呃 很难过的 黑棋实在非 企图继续威胁白棋啊 但是这个显然是 不容易 啊 黑棋 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脱线了 啊 实在白棋挂 这块棋基本上是一块活棋 因为它 首先它这个团先手 啊 你如果不在底下破眼的话 它直接团完之后 爬了作眼就活了 你如果在底下破眼 它外面这个头还很长 而且呃这个断啊 长出来啊 黑棋是局部是很薄的 黑棋也没有完全好 白棋这个随便一断 黑棋可能本身就很讨厌 就是你如果补在脚上的话 就本身就很讨厌 白棋长出来 棋也很长 所以说这个棋下到这儿呢 呃 白棋这块棋已经是可以说 先手安定了 那么白棋挂进来 黑棋呃 整个的一个高中国流啊 最初我们看 黑棋是一个很 庞大的一个形式 一个模样 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个被白棋 已经打得很散 所以说这盘棋下到这儿 应该是白棋已经早早的 确立了优势 那么这个优势 可以说是黑白棋 这个灵活的点脚 是这条棋啊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才导致局面的优势 那么好 这盘棋这个局部的变化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好 我们看到古力九段呢 这个古大力啊 他也有灵活的一面 这盘棋下的是非常的精彩 最后也是 鼓励毫无悬念的 赢得了这本局的胜利 好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进入下一个环节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天元围棋频道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为大家 简单的预习一下 下期节目将我讲解的内容 好 进入棋局 这盘棋是鼓励的白棋 是在这个天元战的决赛中 对刘世震下的一盘棋 现在呢 我们看白棋早早在棋盘的中央 下了一颗棋子 也是体现出鼓励奔放的一面啊 他不仅是势大力尘 力量很大 他同时他也有 我们今天见识到他灵活的一面 和这个奔放的一面 那整个局面来说呢 黑棋在右边和下边 都是非常结构 非常理想的一个阵势 我觉得下到这儿呢 应该是黑棋还不错的一个局面 看上去是黑棋 比较满意吧 这个棋又厚 然后同时这个模样又很舒展 现在呢 黑棋实战是挂 这招挂的意图 显然就是企图 惊吞掉白棋这颗棋子啊 既破坏了白棋的这个模样 同时呢 他要吃掉白棋这颗棋子 那如果白黑棋不走这个的话 那白棋将来把这颗子一跳 这显然是很大的一步 这步棋呢 不仅把这颗棋子救回来了 同时白棋我们看自己还会围出好多目 那你如果不走 他这个虎同样很大 你要如果走的话 这样白棋就已经先手便宜了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趁着这个时机啊 趁着这个绝好的时机 白棋没有跳之前 黑棋来挂 这条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手 那这个时候呢 白棋会有几种选择 大家也可以简单的思考一下 那首先第一种 白棋如果走这个行不行呢 这个稳扎稳打的 比如说手个脚 这样的话黑棋跳起来 黑棋这一跳不要紧 我们看白棋这颗棋子啊 已经是没得救了 这颗棋子已经无疾而终了 你如果要是说强行的把它做活啊 比如说点 这样企图强行的做活 这个即使是能活 肯定也是 堆亏棋甲 这脚上被人家一夹 也是损了一堆木 所以说这个是不能考虑的 那这 所以说这样的话 白棋这颗棋子就死掉了 黑棋 总体来看 这边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那也就是说白棋不太啃下这个手脚 这样简单的弃掉这颗棋子是不行的 那比如说我还是这样杀出 就怎么样 这样的话黑棋当然不会长了 很长的话被白棋这个盖住 黑棋这条棋就完全变成打入了 这就变成破空了 肯定是不行 那如果跳的话呢 这样白棋虎 白棋棋行也还算可以 这个还马马虎虎吧 不过黑棋 这个其实它是可以飞 这招要比跳好得多 这招棋是很讨厌的 正因为有了黑棋这个飞 所以说白棋这个跳呢 可能也不能考虑了 因为这被黑棋飞太难受了 如果虎 它挡住 这个出不了头了 飞 刚好把白棋的头飞进去 那你不能虎 你都只有跟着黑棋贴 黑棋就长 那你再贴 这样被黑棋扳 扳头 这白棋简直是痛度于生啊 你如果断的话 这个很过分 这条棋把黑棋可以贴 就算跳一个也可以 这样显然是白棋作战不利的 那你如果不能断 只有这个委屈的弯出来 这样黑棋再接住 这个白棋也是非常痛苦 也好不到哪去 这个棋形实在是太难受了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黑棋这个挂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跳也是不行的 跳被人家一飞太痛苦 那我们这么简单的分析一下 看来就是黑棋挂呀 还是很厉害的一步 白棋呢 手脚又不肯 你简单跑出来 作战又不利 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白棋了 白棋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 既处理这颗棋子 又不至于下的太重吗 请大家动脑筋 当然了 古力有他的这个 妙手在等着黑棋 所以说 也希望大家仔细的思考 看看 我们是不是能发现这个妙手 好 那这个下一期的预习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一盘 古力对流星的一个 续盘的一个局面啊 看到古力的那一部点角 点三三 看上去是轻描淡写的一部棋 但实际上呢 它是很有深意的一部 是保留变化 灵活的一种构思的一部 非常巧妙的一部棋 下得很好 我们也看到古力呢 也通过也是 正式通过了这部棋吧 奠定了本局的那个胜利 好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